師傅念念有詞 為土地公神像進行開光儀式 因為土地公要從原本的畫像 換到全新的金身內 開光儀式大功告成 佛具店人員為土地公戴上神帽 穿上披風 跟著供奉的信徒返家 供奉有45年以上 然後我們每一年都有侵盾 然後它後面是用一個木板 算是固定住裡面的亮粉 可能久了 然後脫落 然後亮粉會掉出來 但是到佛具店之後他們說 現在沒有那種換木板 會傷到那個外面的框 經寶貝請示後 決定更換全新金身 土地公還堅持 要一同到佛具店內挑選 最後有去寶貝的時尊 第一個演員覺得 他跟我們舊的土地公畫像最像 然後我說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 就給我們三個聖杯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寶貝 就三個聖杯這樣 土地公更換全新金身 解答歡喜 不過佛具店業者也提醒 如果自家供奉的神像畫像出現損壞 可以先拔筊請示 要修復還是換星 如果選擇換星 原先的神像畫像 一定得經過儀式處理 我們會請老師就是看是退神 或者是他原有的神靈要做保留 然後把原有的神靈請到新的神像 然後我們舊的神尊的話 就是用手金化掉 原本的竹籃雞他想要做保留 那也都可以 正所謂人要衣裝 佛要精裝 信徒為自家供奉神明 換上今生 希望新的一年繼續有保比加持 再次新聞 曹正張彤